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年长者他就会跌倒 但是跌倒最大的问题就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 但最严重就是会增加死亡的风险 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跌倒会增加死亡的风险呢 大家会觉得说直接跌倒好像直接造成死亡 是不是没那么常见 那确实是如此 跌倒会直接造成严重的伤害 譬如说我们这脑部就外伤了 还是说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出血造成死亡 像刚才举的例子 直接致死的比例相对还是比较低一点 但是跌倒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伤害 以至于受伤的人需要在床上静养跟治疗 像这样相对的比例就比较高一点 没有像死亡那么罕见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伤害造成后续的问题 我们一般社区能够自由走动的老年人 他跌倒后造成一个比较需要在床上静养的伤害 大概5%到10%左右 但是如果是住在长期照护机构 这样的调查起来可能10%到30% 他会因为一次的跌倒 就造成需要在床上静养 那这种比较严重的伤害 包括说叫我严重了这个皮肤的撕裂伤 软组织伤害 那头部的外伤 那身体的这个肠骨 手部脚部宽骨或者是骨盆的骨折 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造成老人家需要静卧在床上静养的时候 这种从平常大部分时间是离开床到一个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这样的一个转换呢 他就很容易造成后续的病发症 最常见就是肺炎啊 然后心肺功能的这个逐渐的下降 肌肉的力量跟肌肉的本身的这个体积流失 然后呢进一步会有一些认知功能下降的问题 这些就是说不管你是任何疾病 你躺在床上躺了一阵子 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或更久 就会开始有这些病发症出现 那么如果说他是这个脑部受损的话当然是严重啦 那第二种就是说四肢或者是骨盆骨折的话 这个同样躺在床上你是 就是加上有骨折的话 这个躺床的程度也就是说在床上 能够稍微挪动的这个能力又更差了 这种依赖照护的程度比较高的时候呢 其他的产生的并发症会变得更严重 而且时间会拉得更久 特别是感染症啊 心血管的疾病 那脑血管疾病周边这个皮肤卵组织 以及周边循环的疾病都会出来的比较厉害 所以其实说起来 就是跌倒造成直接死亡 其实是比较不是那么多 但是这中间的过程可能经过治疗 或长期卧床 或者是造成一些其他的并发症 我们可以讲并发症 那这样子的问题就会造成 老人很容易在跌倒之后过世 其实很多跌倒也造成这个宽关节的骨折 所以我想请教你很多人宽关节骨折之后就增加了死亡的风险 为什么会这样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统计的时候呢 当跌倒这个伤害发生了 然后它后续可能在半年或是一年内 它最后发生死亡的话 这个可跪因于跌倒的话 我们这个统计起来就会说它是跌倒最后造成死亡 那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逐年上升死亡率的图表的这个资料来源 因为它确实是因为没有那个跌倒的话 它就最后不会有那些并发症 那这其中呢 一个大宗就是宽关节的骨折 所以它会特别提出来讲 那它是比较容易发生在高龄者 这80岁以上发生了侧向 侧向的跌倒 那因为在这样的骨折发生之后呢 一年内的死亡率它不同的研究 有从12%到2%、30%、40% 最高到40%都有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问题 那病患因为这样的骨折疼痛 所以它只能卧床 那变成说简单的吃饭啊 上厕所啊 在床上翻身 都会有困难 那进一步就会造成体力会下降 营养又进一步更差 那在这种情况免疫力会变得很差 就容易产生感染类的并发症和其他的类 我们常见的有这个下肢的静脉酸塞 那感染类的有这个肺炎 就算是这样年纪大手术风险很高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我们评估起来都是属于说怎么样呢 保守治疗不去动手术的死亡率 它是远大于这个一开始就比较还是要去进行手术治疗 这样面对手术直接的风险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就常常在医院的就是会去照顾这样的病患 各种原因把它是采用保守治疗没有进行手术 虽然避免的最早期的这个手术低波的风险 但是后面常常就是在恢复的过程中事实上没有看到它恢复 它的身体就是慢慢慢慢 这个是相较同龄的老人家来讲 它更快速的发生了许多的这个萎缩啊退化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感染哦 那我们当然是不希望见到这样的事情哦 那这样子一开始如果真的不幸 如果家中有一些长辈跌倒了之后 真的要是很谨慎的去评估 到底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是更好的